如果你也有服下A药烦老宽童的机会 你会吃下去吗 我想如果再给星亿一次机会 或许他就不会那么冲动了吧 时间回到游乐园的那天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回了小学生的样子 手不能提 钱不能扛 甚至连自家的大门都够不着 加上三年前父母搬去了美国 此时的他可算得上市举目无亲 突然隔壁传来一声爆炸 是誓言再次失败的阿丽博士 星亿打算说出博士的秘密获取信任 但凡老宽童的说法 无异于天方夜谭 博士差点就要拉着他去报警 星亿只好用最擅长的推理 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想让博士帮自己造出解药 但没有成分表 博士再弯能也是不可能的 并且博士告诫他 他变小仪式绝对不能透露出去 否则身边的人也会有危险 约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柯南的身份 除了小兰 就在这时 小兰因为放心不下来到了星亿家里 情急之下 星亿戴上老爸的眼睛 并且编造了那个名字 阿利博士认为 想要打探黑衣组织的信息 毛利小五郎的侦探身份 应该更加方便 于是顺利成章的 把柯南塞到了小兰家 却没想到死神小学生 从此正式上线 从没见过如此奇怪的绑匪 绑架人质不要赎金 也不要东西 唯一的要求就是 让人质的爸爸 把公司歇业一个月 如此奇葩的要求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此前 刚从学校回来的小女孩 正在在家院子里玩耍 突然 角落里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他一把抱起小女孩 窜上院子里的树 拎走前 让管家转告小女孩的父亲 想要见到他的宝贝女儿 就把公司关闭一个月 但柯南却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会有保匪 放弃上下去的大好机会 特地跑到家里抓人者 而且更离谱的是 院子里的狗狗 具无把超胸 平时也只亲近家里人 这保匪摸进院子 又扎了小主人逃跑 他居然没有叫 想到这里 柯南瞬间懂了 这时 毛利叫住了正准备 偷偷溜走的管家 在柯南的民事下 他也知道了真相 保匪的真实身份 就是管家 但管家接下来的话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测换了这次绑架案的人 居然就是被绑架的小女孩本人 然而正让大家以为破案了 准备去酒店接回小女孩时 却再次 接荡了保匪打来的电话 知道吗 这是唯一一个 能接住柯南足球的反派 熟悉柯南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科学的世界里 平时干犯犯人了 但你敢相信吗 有一个反派 居然接下了柯南的足球 小女孩自导自演了一场绑架案 只是为了让父亲能多陪陪自己 然而当大家都以为成功破案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却真的被绑架了 趁着绑匪所有赎金 小女孩激灵的大喊 提示他们 这里是能看到大烟囱的学校仓库 柯南二话不说 骑着巨无霸冲了出去 可他找过了一个又一个学校 都没有符合的仓库 这时 远处的大楼 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他发现从侧面看大楼就变成了烟囱 终于 在小女孩即将被灭口的紧要关头 柯南正好赶到 然而绑匪手持凶器 巨无霸不是他的对手 柯南也被扔出去老远 就在这时 一个足球滚到了柯南面前 此时的弹幕上全都是 有足球你完了 但绑匪却轻轻松松 单手借助了这里反派文风丧胆的足球 就在柯南要被灭口之时 小蓝出现了 全只能够出现了 全部冲进去 宫舱 小蓝出现了 小蓝出现了 什么地团 大眼光